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来补充一下 这是目前课纲并没有选入 但是也蛮有趣的 那就是千值弹簧的减协运动 怎么分析 那我们在课本呢 只有讨论水平方向的弹簧的减协运动 然后它的能量也是水平方向弹簧的 减协运动的胃能和动能 然后呢 如果是在无重力的情况下 那也是因为没有重力 所以也跟水平方向的弹簧减协运动一样 那我们今天想要知道 有重力的时候会怎么分析 有重力的时候要怎么分析 那我们先看一下 回顾一下 如果今天这个物体 弹簧下方挂的物体 它没有受重力 处于一个无重力的环境 那这时候它就是力学能守恒呢 只需要考虑动能和弹性卫能就可以了 可是呢如果今天是有重力的情况下 那这个物体在振动的过程中 它的重力卫能也会变少或变多 上升下降重力卫能会改变 因为它有重力 那这时候力学能守恒就要考虑的是三项 就是动能 还有弹性卫能 还有重力卫能 那这样的分析就会更复杂 可是这里就要跟各位介绍一下 其实可以把弹性卫能 和重力卫能 合并 透过选取 适当的重力卫能 0位面 那就可以把弹性卫能 和重力卫能 合并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做的 好 首先呢有一个弹簧是原厂 这样子 然后没有挂东西 那弹簧本身的质量和重量不计 那接下来呢 我们挂了一个重物M 挂一个重物M 那这时候有重力哦 那重力就把M往下拉 然后产生弹力往上 那如果我们是缓缓的让它下降 就是先不考虑动能的时候 它下降完之后 它在这个位置平衡的 合力为0 那也就是说 弹力跟重力一样大 弹力跟重力一样大 就有底下这个式子 X0呢 就是它离开平衡点多远 这个平 不是离开平衡点 是离原长度多远 挂了M之后 它往下降了X0 这就是离原长度多远 X0 好 那接下来呢 如果有一个扰动 有一个扰动 让这个物体 开始震荡 然后呢 它震荡到 离原长度X这么远 离原长度X这么远 好 那这时候它距离刚刚的这个 平衡位置呢 距离就是X-X0 介绍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 数学上的分析 我们的目标就是把 弹性位能和重力位能 合并 也就是说 我们想要算总位能 那我们先以习惯上呢 我们一般人 一开始碰到这种问题 它都会以原长度 为重力位能的0位面 好 这样子 因为弹性位能的0点 也是从原长度开始算嘛 那一般人就会觉得说 那重力位能的0点 也从原长度开始算 这样好像会 会比较简单 但其实弹性位能的0点 跟重力位能的0点 可以是不一样的位置 一个是弹性位能 一个重力位能 它们的0点可以是不一样的位置 好 那总之呢 我们想要知道的是 总位能 总位能是弹性位能 US加重力位能UG 那在这个 这个第三个这个情况之下呢 弹性位能 它的生长量 它的生长量是绿色的X 绿色的X 所以这是它的弹性位能 然后呢 如果以原长度 为重力位能的0位面 那从这里为0的话 往下算 它的重力位能也是低的 比这个0的位置还要低 NGX 那是负的 因为是比较低的位置 比较低的位置 所以呢 这个就是总位能 这个就是总位能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NG呢 用刚刚的这个公式 这个关系是替换 替换成这样 所以就整理成这样 那接下来 那接下来就是一些数学技巧 来到步骤5 我们可以配方 把它配方 首先把1k 提出 那提出之后 括号里面就变这样 括号里面呢 就是X平方 加2X0 X 那这时候我们多加一下 这就是要做配方的 多加这一下 X0 那X0呢 是多加的 乘上外面这个 后来要减掉 后来要减掉 好 所以这时候呢 这里就会出现 A-B 括号平方 X-X0 括号平方 乘上1k 这有点像弹性未能的 数学形式 那 这个X-X0 X-X0 X-X0 那就是这一段 那这一段就是 目前这个物体 这个木块 它离平衡点的距离 离平衡点的距离 那右边剩下的这个 配方跑出来的东西 它其实是一个常数 X0 是 跟NG有关 NG已经固定了 所以 X0 是一个常数 那这个常数呢 我们就可以 在一开始 选择0位面的时候 让这个常数不见 好 再说一次 就是 我们现在是以 原常处 为0位面 对 然后这样我们推 总位能 推出来之后 它其实是 这个 这个 很像弹性位能的 数学式 然后配上一个 常数 那 0位面如果 换一个位置 其实这个常数 是可以 有可能 可以被消掉的 因为 0位面 改变的话 重力位能的值 就会改变 那重力位能的值 改变的话 说不定呢 就可以把这个常数 抵消掉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第六步骤 第六步骤 第六步骤 就是 我们想 我们再 把这一项 把这一项移到一开始 移到一开始 的地方 就是 这是等号 这个是等号 左边 等号右边 这一项移到 左边 所以就变成 下面这个式子 下面这个式子 那这时候呢 这一个是 重力位能 那我们再 把刚刚多的这一项 给它 两项合并 把这整项 看成 新的重力位能 把这整个 绿色波浪 红色波浪 画的这两项 把它看成 新的重力位能 -mg x'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 绿色波浪的 拿出来 让它 左右 相等 那我们就会发现说 ng 消掉以后 x' 就是 原本的 x 原本的这一段 x 去扣掉 2分之1 x0 扣掉 x0的一半 扣掉 x0的一半 所以这里画的 这条 白线 黄线 就是新的 0位面 我们如果选择 这一个 现在画红色 这个位置 为0位面的话 重力位能的0位面 以这个位置为重力位能的0位面 那 我们就可以 就可以 把 这个弹性位能 然后加上 重力位能 然后表达成 表达成这样子 这个就很像一个 弹性位能的公式 就可以把总位能 去简化 简化成这样子 简化成这样子 有点挡到 好 好 那下一页 总之 结论就是 如果以平衡点上方 2分之1 x0处 为重力位能的0位面 那 总位能 就可以表达为这样子 就有点像是一个 新的 等效的 弹性位能 那 x-x0 是 离平衡点的距离 所以就有点像是 我们把 重力位能的0位面 换成平衡点的上方 x 2分之1 x0 那这时候呢 弹性位能 原本 是用 原长度 为 起点 但是现在可以用 平衡点为起点 就是 生长x 然后 生长x 然后呢 x去减掉 平衡位置 那得到的就是 x-x0 这个 那这样的话 就会简化它的分析了 这样的话 我们的 力学能 因为我们的总能 总位能 我们的总位能 就可以表达成 2分之1k 然后乘上 物体离平衡点的 距离的平方 物体离平衡点的距离的平方 那最后呢 总能力学能 就可以表达成 这个总位能 然后再加上 这个位置 现在的动能 那也可以 就算出它的正符 所以这就是一个 补充 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千值 弹簧的 减协运动 它的 总位能 总位能 其实是可以 用这样来表达的 只要我们的 重力位能的0位面 把它换成是 换成是 在平衡点上方 2分之1x0的位置 就可以把总能 简化成 简化成 简化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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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就把 页面留在这边 那需要再回顾的同学 再请 把这个 播放的滑杆往前滑 谢谢各位